2003年1月12日晚,京城都必开战,背景首钢坐镇主场,迎接前来挑战的奥神队,先来看看双方主要球员吧, 首钢队,20岁的江健,20岁的江允松,19岁的二年级新秀陈磊,外援西门尼和克里斯,克里斯当时是CBA最好的外援,德本如探囊取物,上一场就单场爆坎60分,奥神队38岁的老将院智南,中卫国,宋涛,加两万元,当时的孙岳,阔南,黄海贝,张宋涛还是年轻球员, 只作为轮换,比赛刚开始双方球员就在篮下冲突,源于抢篮板卡位,在裁判的劝解下,比赛继续进行,首席进行到将近5分钟时,外援克里斯突破,老将院智南瞅准飞速前进的克里斯小腿,提起撞击,克里斯飞出好远,痛苦倒地,浑身抽搐,当即送往医院,后被诊断为右膝半月板撕裂, 整个赛季报销,第二节进行为过半,19岁的陈磊,面对院智南突破,利用速度把队甩在身后,院智南旋击一个爆栓,将陈磊扔出好远,被判为体犯规,你陆磊笨贺难平,冲着裁判喜喊,我们已经有一个骨折送医院了,还要怎么样? 手刚熊泥纷纷纷指责,院智南,大喊,院智南,流氓 第三节,纠纷人未停息,傲身后为中维国与陈磊对抗中在擦火花 中维国大骂陈磊,陈磊难也怒火,用肩膀扁了他一下,好个中维国,一介江湖老人,岂能容你一个19岁的小毛孩子? 中维国阳,起右手,成陈磊不备,接接实实给了陈磊一记响亮的耳光,之后,因恶意犯规,裁判将中维国去逐出场 而今,距这场比赛已经很久远了,久远得到了15年后的2018年,久远得连当年挨了一记耳光的陈磊也要退役了 但是,那场扯淡的比赛,绝不会因为时间久远而被人忘却 在中国篮球的历史上,哪怕他只能算得上一小段文字 总有一天会有人不经意地翻开历史书,会不经意地看到,然后,会眼见成